科学的时代即将来临科技巨波谷歌宣称要率先打造第一部量子电脑 可以在短短的三分二十秒内完成传统超级电脑 一万年才能办到的运算任务 达成量子霸权的里程碑 不过这项计划也是立刻被打脸 根据最新一期的自然科学期刊报道 Google已经打造出第一部量子电脑 达成了量子霸权的里程碑 因为它在两百秒可以执行的运算量 换成当今最快速的超级电脑Summit 就要花一万年的时间 不过IBM的研究人员随即跳出来反驳说 上面实际完成运算的时间只要两天半 Google更不就夸大了量子电脑跟传统超级电脑的差距 虽然两大科技龙头为了谁输谁赢互不相让 但量子科技有朝一日 渴望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像是设计更好的电池 找到制造有效药物的分子 降低肥料制造过程的碳排放量 甚至解决都市塞车的问题 陈于里面也 我们下期见